啊 今天轻松一下啊 介绍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世界的属性 页面上呢 有一张背景图 这个背景图呢 是一张动图啊 坤坤在跳舞 然后呢 这里一个背景颜色 目前呢 这个背景图呢 是把一个背景颜色给他覆盖掉的啊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属性 叫做background blend board 这个表示混合模式 因为我们一个元素啊 他可能有多个背景 也有一些背景颜色 那么这些背景图啊 背景颜色啊 这些像素之间该如何来进行颜色混合 默认情况下呢 是覆盖关系 就是背景图呢 会覆盖掉背景颜色 那么这个关系呢 也可以进行调整啊 可以使用一个混合模式 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它设置为lite保存 你看一下 变成了一个蓝蛙蛙的困困了 呃 这个lite啥意思呢 他其实表示的是一种算法 因为混合模式呢 其实就是给你两个颜色 然后呢 经过一套算法 产生一个新的颜色 那么至于说算法有哪些 这一块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两个链接啊 来定资料的时候呢 可以进这两个链接去看一下啊 一个是伪奇百科 一个是百六百科 都有详细的解释 这里呢 不展开了 我们还可以基于此呢 做一些进一步的操作 比方说呢 我可以给他再搞一个子元素出来啊 比方说用个伪元素吧 当这个伪元素呢 也展示一个坤坤 然后呢 绝对定位 当然了 副元素呢 就得相对定位 然后子元素的宽高呢 跟副元素一致 背景图呢 也是一样啊 还是那个图片 然后背景颜色呢 给他换一个啊 比方说换成红色 于是呢 目前呢 这个伪元素啊 就覆盖到了这个max元素 接下来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背景的混合 这个背景混合啊 是指这个元素自身的背景之间的混合 跟负元素无关啊 把它设为来头 那么这样子呢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红不拉击的困困了 现在呢 我们做一些有意思的操作 就是把这个子元素呢 给他做一个偏移 比方说margin left 给他来一个15个像素 哎 那么这样子 你看一下啊 那这个边缘部分呢 是不是一开始呢 是负元素 对吧 然后呢 是子元素把它覆盖掉了啊 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关系 然后接下来好玩了 我可以使用另一个属性 mix blend mode 这个属性呢 跟byground blend mode呢 有点类似 只不过呢 前者 它是指的是元素自身的背景之间的混合 而这个呢 指的是元素和它背后的这个元素之间的混合 也就是说呢 设置这个 它能让当前这个伪元素跟那个负元素mix进行混合 比方说混合模式给它设置为打肯 那么这样子一混合出来 就得到这么一个既是蓝蛙蛙也是红不拉击的困困了啊 就一种故障风格的感觉了 那么如果说你给它加上一个动画 比方说斜肯 动画呢 也做得非常简单 就来一个偏移 translate x 比方说十个像素吧 然后呢 把这动画呢 给它应用进去啊 学肯 这是好妙 然后无限重复 保存你看一下 那么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故障风格的感觉了 好 这是另一个例子啊 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些属性呢 做一些更加好玩的事 比方说我们这里呢 有个坤坤 它在地球上跳舞 不过呢 它两者是分离的啊 因为目前代码了 你看一下啊 其实是两张图片 地球呢 是一张图片 然后呢 坤坤呢 里边这个元素坤坤啊 它又是另外一张图片 其实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我们观察到这个图片里边有很多地方是白色 因此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元 这个元素啊 是用mixed blend mode 让这个元素跟负元素 也就是跟那个地球来进行混合 这个混合模式里边呢 有一种模式啊 我之前在一段视频里面介绍过 叫做multiple 保存你看一下 所以感觉就混在一起了 这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这叫正片叠加啊 我也不展开了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看混合模式 好 正片叠加过后呢 两个图片呢 就混在一起了 不过呢 感觉上呢 好像边缘呢 还不是很好啊 那么这个也简单 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对比度 调整一下contrast 比方说3啊 增强一点颜色 那么这样子呢 混的就比较明显了啊 得到这么一个 在地球上跳舞的困困了 然后再看第三个效果 这个第三个效果呢 是一些文字啊 有个元素里边有些文字 然后这个元素呢 有一张背景图 目前呢 就这个样子啊 文字呢 覆盖了背景 不过呢 我们可以让文字背景以及背后的那个黑色呢 混合的更加充分一点 比方说 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这个元素的混合模式 把它设置为hard light保存 你看是不是加深呢 然后呢 我们再去调整一下这个滤镜 把它设为grayscale1啊 把它变成黑白 然后接下来 我们让这个背景图呢 只出现在文字区域 这个好办 是吧 我们把文字呢 设成透明 文字就看不 实现了 对吧 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让这个背景呢 显现在文字区域 因为你文字本身如果说有颜色的话 它就显现不出来 把文字先透明 然后呢 调整这个背景图的显示位置 background clip把它设置为文字区域啊 不过这个属性呢 针对webkits内科的浏览性呢 你要做一个前缀啊 background clip 把作为tix 好保存 那么你看 就显现出来这么一个文字区域挑舞的困困了啊 就这么一些小的效果 通过这些小的效果呢 介绍几个不太常见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cd属性